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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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军 李宗盛 军 军 明 魂 火中漫眼 一念黄泉归番 少年此生不繁 知 找 神道三千 踏着混沌重演 披肩一望无间 燃尽心的腕盛 炼尽天地成欢 弹枝飞烟 萧尽虚伪归辩 无畏血色失恋 再战 池水已弄为红颜 守望耕固的誓言 超别世间呼喊 道尽冷暖身极限 火焰将一年催炼 酒龙在心魂盘旋 顺习赴闻线 冲破枝骨的锁链 凡尘乱清流年 天头消负云散 回首剑将地赴天房 雪有热情善然 离孤单心慕悍 他重新慕悍 龙岭殿 战河山破旋几万狂乱 是梦被将军已化剑 他名阳成天转行与火燎原 一共战云阔颜 重想念寄红颜 提笔剑 看谁去情思浅 凡尘轮清流年 天不消赴云散 回首剑将地赴天外 雪有热情善然 离孤单心慕悍 他重新慕悍 出现了浪灵殿 战河山破旋几万狂乱 山洞边将这一化解 他名阳成天 转行与火燎原 三千积分到手 听说到了第二阶段 舞者之间会互相攻击对方的塔 所以这次还要继续强化 如此强化下去 这塔的威力也会了不得呢 厉害 这人的实力真是不错 要我说他肯定能拿下一个名额 如果真那样 他就是唯一一个赵神至极 进入到内围赛的了 确实不错 他的速度应该最快了吧 我看看现在 是不是他的进度最快 你们看这是怎么回事 罗征已经把玄规全都消灭了 这怎么可能 这么快斩灭了所有玄规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等等 你们看那是什么 这 罗征也太恐怖了 他的天赋 绝不只绘制符文这一项 他身边的是已经化形的剑柄 没错 化形的剑柄本就不常见 而罗征的剑柄更是非常特殊 特殊 怎么个特殊法 你们看 这是我的剑柄 你们很容易就能分辨出不同之处 的确很不同 你看出来哪里不同了 怎么看出来的 哈哈哈 很明显 你的剑柄太丑了 对对 我长老说的一点没错 你的剑柄 丑到没谱了 那呀 丑是丑 可重点不是这个呀 要知道 剑柄是需要受到主人影响 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方能化形的 我让他化成这个样子 就足足耗费了四十多年 先不谈罗征这么年轻 是如何让剑柄化形 那剑柄所化的形状也太具体了 不论是神采还是样貌 就连发丝都清晰可见 这需要的时间 恐怕不是几十年 而是成百上千年才能凝结到这个地步 一百上千年 这怎么可能 你确定吗 是的 没有这些时间 根本不可能把剑柄凝聚到这个地步 不要说那么肯定 当初谁又能断言 崔邪能成为忠誉第一人 他现在也不过四十岁古龄 忠誉之中 独立武者数量庞大 但都是散兵游泳 没有宗门的呵护和培养 想要成才 却要经过漫长的时间 但崔邪却是其中的一类 他几乎以彗星的速度 成为了忠誉第一强者 哪个宗门都不敢得罪他 据说他还想将忠誉统一 到时候又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骁老的意思是说 罗征会像崔邪那般崛起 这个难讲 罗征现在虽然比同龄人强大 天赋也妖孽到离谱 但是要到崔邪的地步 还是有些距离啊 嗯 就算如此 罗征毕竟是云殿弟子 跟我们天下伤盟的关系也不大 不过 的确是值得拉拢的对象 第四波的攻击是来自空中的吗 上 是尸毒吗 不过 我有灵气之体 不怕他 灭掉第四波全部的施压 只用了二十个呼吸的时间 现在我这边已经全部清理完毕了 既然这样不如过去看看 咱们走 这小子到底想做什么 什么情况 撑 居然还有这一手 这小子是想做什么 你们看不出来吗 他想去斩灭其他舞者的施压 夺取积分 按规矩 舞者之间互相掠夺和进攻是外围式的第二阶段 应该是守完十波妖兽的进攻之后才进行的 他这是犯规了吧 怎么破坏规则了 这里有规定 不让这么干吗 这 倒是没有 不过这算作弊吧 那可未必啊 其他人也不是想不到 只是不敢做啊 我相当看好他呢 也不知道这样下去 之后会发生什么 你给我走开 我这不是在帮你吗 不用你帮 滚开 你逮不到我 他居然不怕尸毒 而且我好歹是神丹镜的舞者 他居然只是赵神镜三宠 怎么可能比我还强 算了 碰上他们妖孽的家伙 再在他手里了 最后这点留给你了 我回去了 我自己这边与一万点积分 斩灭对方六成的施压得到六千点 一万六千全部强化 看来这次升级 又提升了弓箭手的武器 这下可以应付更强的挑战了 这个法子不错 应该尽量从其他物者的领点 得到积分 妖艳 这里就交给你了 妖艳应该能对付这些玄武诗人 何况 还有晋升了刺侧的小塔帮忙 这家伙尝到了甜头 竟然直接跑去打劫其他的武者 他有这个自信 让他自己的剑灵抵挡进攻 也是一种本事 你杀了我 本雷掌 你这挨打 是我的习惯 作用花剑阵 这颗柔气 但我就算死 也不会死得这么窝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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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